哈囉,UKON網友大家好,我是櫻凱 其實GTR對我來講也是蠻有意義的車 因為其實在GTR它全球首演的時候 就是剛好是07年的東京車展 我還記得那時候人山人海 然後整個它全場在摒襲的時候 倒數它有沒有挑戰紐柏林成功 後來倒數完成那個紀錄的時候 其實全場是轟動了一聲 那其實時間也過了很快 整個GTR其實在你上的整個工程的改款裡面 其他不同的改款都進行性能上的微調 那現在這次在17年式的改款 其實在GTR它的整個改款工程裡面 算是一個非常大幅度的改款 那理想為了整個新的GTR 17年式的一個宣傳 在玉龍日產它特別在台灣的華山英文中心 它舉辦了一個GTR的特展 那特展呢其實它把所有歷代GTR的元素結合起來 然後透過一個體驗的展區 讓大家可以去充分了解到說 GTR它為什麼作為東銀戰神 作為一個女生品牌的形象的核心基層是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整個布展的特點 各位月卡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GTR的特展 我們將在9月9號到9月11號 在華山的C1這個展覽館進行展覽 那今天就由我先帶著大家 來參觀一下我們整個展覽館的陳設 來我們往裡面走 首先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就是我們右手邊這邊是有一台R33的展出 它的背板其實是展示整個GTR的技術 包含為什麼能夠達到0.26風阻的技術 都在這邊展覽 那在左邊的這一區呢 有一些遊戲體驗區 除了可以跟R34這邊做拍照之外呢 你還可以做Sony的遊戲的體驗 那這個遊戲是還沒有發表的 可以在這邊搶先體驗 好最後這一區呢 是我們今年新年式的展車 就是17年式的展車 那新年式的部分目前它的改變 主要在性能外觀跟內裝上面 在性能的部分 我們馬力增加了20匹到565匹 扭力也到64.5公斤米 那另外搭配鈦合金的排氣系統 它的在高等速度聲浪 可以爆發出很明顯的高昂的聲浪 那在外觀的部分呢 我們導入了VMotion的設計 然後還有Nismo超刀的空力套件 那它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可以讓整個行駛更穩定更舒適 那另外就是在內裝部分 我們導入了NAPA的材質 內裝材質 然後我們在中後儀版的部分 也做了重新的設計 那在操控的時候 可以增加整個辨識性 那新年式的部分 我們的售價是625跟665萬 那歡迎對GTI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展覽館來參觀 或者是到我們的展間去賞車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